7月的山东几宁 焦阳似火 不到7点钟 室外的温度就已经达到了33度 他叫舒平 今年63岁 到山里寻山 种树 浇水 对栽种的树苗进行管护 几乎是舒平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无论刮风下雨 酷暑严寒 基本上就是看栽完的树 哪一棵被风吹歪了 或者根部不能受伤 就踩一踩中脚踩一踩 把土盖一盖 夏天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形式小苗子要补水了 舒平每天都要围着 曲府式的九仙山走上一圈 十公里的环山路 山高林密 舒平独自一人 已经这样走了七年 上下有点怯怯的 每天有累的时候 要是渔娟在的话 老家你先到我来 保证是这样的 其实一想这句话 马上来劲了 不累了 舒平口中的于娟 是她唯一的女儿 曾经的复旦大学 社会学系教师 若今女儿于娟 却是舒平心里 永远割舍不下的痛处 我这个妈妈不太称职 买游戏机我不会用 我说于娟我不会弄 我来妈妈 才四年级的孩子 她十岁吧 然后就说有什么事都是 我来妈妈 出去的时候 有时候我没牵手 她在牵我 从小懂事阳光的于娟 一直是母亲舒平的骄傲 三十年的人生里 一路顺利 读书考研读博 公派挪威留学 她一路拼搏 忙着去追赶 一个又一个目标 我以前就是 想让自己的父母 过得好一点 想让孩子 有一个好的教育 然后想换一所 大一点的房子 想过得稍微舒服一点 然而 命运却跟于娟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2010年1月 32岁的于娟 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 后来病了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的快乐 也不是说 他们是不是能租大房子 也不是说 他们是不是能 到一个全球最好的 找条中心里去 怎么怎么样 而是说 是不是你是好好的 承受着疾病的折磨 于娟将自己生病后的 经历和人生感悟 对生命的思考 整理成文字 在她的博客中发表 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关注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任何的加班 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买房买车的需求 这些都是浮云 如果有时间 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把买车的钱 给父母买双鞋子 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 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窝居也温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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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